來到XS3A的第22題 現在就說有一個Cute Boy Cute Boy 即是長方體 一個這樣的形狀 它就說Length 和 Width 分別是上升5% 和20% Height 就說是下降10% 我們可以先 let 先 let L, W, H be the original, length, width, height, respectively respectively 即是解釋相對地 L是 length, W是 width, H是 height 意思 好,現在你就算回 那一個Length 呢 就是 L 乘 1 加 5% 即是 1.05L 接著那個Length 呢 就是 W 乘 1 加 20% 即是 1.2 W 例如 New Height 呢 就是 Height H 乘 1 減 10% 即是 0.9 H 呢 那你就現在可以計一計 那個叫做 Percentage Change Percentage Change 呢 怎麼計呢 新減9 新就是這三個雙成 長闊高 1.05L 1.2 W 0.9 H 好,就減回原本的 Volume 啦 原本的 Volume 呢 就自然是 原本的 L W, H 乘 了 就除回 L, W, H 乘 100% 好,那你會按到這三個 1.05乘 1.2乘 0.9 呢 就 按一按 你會按到是 1.134 L, W, H 的 因為是乘法來的 你不會 L 乘 1.2 乘 W 的 他每個做一次的 每個數字 在乘法裏面出現一次 那就減回 L, W, H 除回 L, W, H 乘 100% 那份子呢 就抽個 L, W, H 出來啦 就 1.134 減 1 就除回 L, W, H 就乘 100% 那這兩個就約了啦 那所以你按機的時候呢 就這樣按 1.134 減 1 乘 100 就按到啦 正 13.4% 如果正數就寫回正好的 計 percentage change 的時候